會公佈今天的遊行人數 正如毛哥所講 遊行的人數的確未必是好理想 在我公佈之前 我都很希望跟大家講定 無論我公佈什麼人數都好 我認為我們都無需要氣餒 就算是有問題 都不是大家的問題 最多都是我歐樂軒一個人的問題 或者我們問鎮的問題 無論如何人數不夠多 我希望在這裡都跟大家講一聲對不起 我們今天的遊行人數 是有9,150人 為什麼我會先同定大家道歉 是因為 我第一 因為呢 有人可能會問 喂 餐個一千 報一萬去吧 我覺得我們沒有需要騙自己 是那個數就是那個數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我們來到去公佈人數之餘 銘記於心 第一 特首選舉那一天 我們不知道今天有什麼候選人 我們繼續要的日子 就是今年的7月1號 今年是回歸第20周年 亦都是 到時我們不知道哪個特首上任 上了任之後呢 就那一天來到宣誓了 月無與外 那一天 更加我們要出來參與7.1大遊行 是嗎 是 好希望到時候 是可以見到更加多人的 我 我有很多可能也都有傳媒朋友可能會問 他說 喂 今次 不是很多人參加哦 是不是代表 我們的訴求 沒有人認同 好對不起 我不認同這個說法 因為 大家想回 我們 牽涉 在DQ幾位議員的選票裡面 是高達18萬票 18萬的民意 可能他們有人 今天 我想相信有很多 投過票給幾位議員的朋友 今天走出來 但是可能沒有走出來的 是基於各種原因 我們接下來 民陣 是會努力 希望 我們 無論做什麼都好 都希望能夠說服到 不單止18萬 更加是 以往參與過 雨傘運動 參與過 七一遊行的 50萬 更多的朋友 是參與我們來的抗爭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各位 會議員 會議員 會議員